一般吃一般点累 又会爆出哪些门量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 我爱满堂彩 我爱满堂彩 快乐 没滚来 打开中央三堂 让它陪你乐呵乐呵 相声小品 相果棒笑 情绪结果 心盼全场 情绪创新 融合之美 成城兴华取义 转现时代精彩 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 每周三21点 敬请观众 大型曲艺杂摩 综艺类栏目 我爱满堂彩 爱是没开始哦 我爱满堂彩 我就爱乐呵 我爱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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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滚滚来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 我爱满堂彩 大家喜欢相声吗 喜欢相声的朋友啊 都应该知道 在北京有个挺有名的相声团体 叫做嘻哈包覆破 这个嘻哈包覆破 有一掌柜的 它叫高小潘 你要问我这高小潘是谁啊 就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当中 逢拱的新女月 最近高小潘好像遇到的男士 听说呀 他也遇到了七年之痒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掌声欢迎高小潘 你好 哎呀 小潘还是这么帅气 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电视节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嘻哈包覆库的高小潘 谢谢大家 你们库里怎么打招呼 掌柜的您 掌柜的您 没有我们都这样 到一个万步 这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 我们嘻哈包覆破 从08年成立 到了15年 一共是七年的光阴 这七年 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到了15年 我们需要创作更多更好的新节目 不能再依赖老节目 所以我认为这是更大的坎坷 哎呦 高小潘这么说着 我这心里特别有感慨 我首先要恭喜你 终于上春晚了 你知道吗 小潘特别不容易 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说 说那些与春晚擦肩而过的人 总有高小潘 冲击了风回 终于冲上去了 没错 我是南方人 南方什么地儿 您猜 那哪猜得着 挨次大头 挨次大头 湖北 错 湖南 错 海南 错 那是什么地方啊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胡招 非常正确 哎呦 人这汉语辟音学呢 太声东惊西了 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行 十八你取藻 十八就取藻 骗你是小狗 叔叔 你真是我重生父母 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爸 我爱你 住口 你怕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什么拔火罐 干嘛呢这是 您不都同意了吗 我同意什么了 他娶我呀 您说了 十八就娶走 骗我您是狗 爸 这是二十 那两块别找了 但是你说七年之阳又上了车晚了 应该是好事连连 没错 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取 但是有的时候麻烦事随之而来 你看看别人是怎么评论你的 好啊 好吗 好啊 我很期待 有开专的呢 来吧 新的一番跋山涉水 导演组终于在一个胡同深处找到了嘻哈包袱铺 听说今天的任务是要给高小潘挑缺点 众成人早早的就练好队 拉开架势准备说个痛快 他会 他一直都觉得四个儿凉 他小的时候说看我像不像听风 那 我看他抠不抠 他肯定不大 什么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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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不是跑呗 我小哥 就举手呗 请问你们谁举手 谁请过他的举手好吗 啊 他们倒是一点不客气 到底又爆了哪些狠料呢 你到小水就往下躺 没错 哎呀 你知道那小水头上写的什么吗 我真的不知道 到现在节目组没告诉我写纸条了事 哎呀 那你好好求求我 谢谢 哈哈 没用 这样吧 朋友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嘻哈包覆铺的作品 好不好 好啊 来吧 电梯奇葩 有请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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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啊 你踩我脚啊 我踩你脚了 回来踩你嘴 要走楼梯我就踩不着你脚了 你管我呢 你 你们要进来就进 进来要吵就出去吵嘛 你们躲在这里 电梯上不去 你们好自私的了 别听了 哎哎哎哎哎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呀 啊 来来来 哥们 大把手 哎 没听见就电梯超载了 啊 下起一个 啊 超载了吗 我我怎么听见啊 哎 你听见了吗 我也没听见 哎哎哎哎哎哎 这点是毒毒毒毒想办天了 咱赶紧得下起一个 停了我们下去啊 就是 要下去赶紧下去啊 我 他都没人先来后蹈啊 啊 我先来的 我都不应该下去 你们后来的 你们都一个下起一个 哎 我说你一个送水的 你做什么课题啊 课题是你做的吗 哎 我说你们不要吵了 你们这样很自私的啦 自识 嗯 哎 我今儿让你们 看看什么就更自识的 哎 今儿啊 我都做这个 哎 别别 我 眼神 眼神本来就小 你还做啥呢 说呀 哎 今儿啊 我还卡 得这个 点吗 哎 好 行 咱们看谁ату过谁 还好我早有准备 你别 别吃了 不客气 你走 还吃啊 你 你 你等开 我游活 你这么傻的 那还点门箱 把门箱就掉 先生 就扔 你们先生 先生 那我们一起扔好不好 你先扔 我们扔的吧 那我们数几二三 有这功夫都掉出去了 三角明灭了 灭了 灭了 不响了 按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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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楼 谢谢 二楼 几楼 二楼 我说你二楼 你坐什么电梯啊 谁规定二楼 不许坐电梯啊 你有这功夫 你都爬上去了 爬楼 爬楼我鞋磨坏了 你给我买啊 万一我买了脚 你给我帮医药费啊 我今儿就去二楼 你这人怎么这么嚼劲 你们都别吵了 行不行啊 都吓着我家宝宝了 我说你们一个个 怎么都这么自私 宝宝不哭 宝不哭 你说什么 你要吁吁呀 这也没有大树啊 要不 你干脆 就在这 吁吁吧 那我脚当大树了 我的宝宝 你干嘛呢 这人 你怎么不下去啊 算了吧 下去 我就没地儿了 快让让 楼要有精神 你精神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等下一趟 人民关节 楼上老大都脑鱼血了 不够着急的呀 你上去行不行啊 你们上啊 几楼 十八楼三号 十八楼三号 几楼 十八楼三号 真的是给别人方便 就等于给自己方便 没错 嘻哈包包会有很多这样 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 我们有很多 甚至有很多系列 不同风格的小品 你不觉得 如果他们排一个这样的小品 来编判你 也是个挺好玩的事吗 等会儿 你是说这个小品自私的人是我吗 我就说他把你所有的优点 都集中在一块表达了一下 那还可以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小纸条的事吗 写小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说 写小纸条的人今天都没敢来 对 因为他们可以不用再来 对 但是有一个人来了 是吗 就是你最亲密的那个 来 让我们有请小超 哎呀 小超 哎呀 来了 来了 哎呀 那天你不在 那天我很遗憾 没在 要是在的话 我估计他们那些材料都不能用 他给鞋本出了 是吗 对 这你欺负当中 这个小拍是个怎样的人 你这是搭档又是兄弟 你什么意思 这个冷笑 这小潘呢 怎么说呢 这个高老师的优点 是没有缺点 但是他的缺点 是没有优点 你真的是亲兄弟 那当然 说话都 反正一般我们俩 私下都是能动手就不了天 我听说他特喜欢恶作剧 这事是真的吗 恶作剧 这都说清了 恨人呀 恨人呀 两个护台下说恨人 怎么恨人法 他整人是 怎么说呢 有技术含量的整 比如说呢 他还有一个很缺德的事情 就是把一个我们的小演员 好朋友找一女朋友 那个演员定点会给他女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把那个演员的妈妈的名字 改成了女朋友的名字 然后到点一打电话 喂 亲爱的 那边都乐了 呦 你今儿怎么嘴这么甜啊 我每次不都这么叫你吗 对了 你吃饭了吗 呦 还真的关心你妈 妈 没事 没事 我就想你了 妈 就是我们演员都很可爱 这叫可爱吗 对 演员可爱 老板比较可恨 我听说他还挺 你们万一遇到抠门的人 他还有罪负的招数 他 对 他老是爱干那些 莫名的正义感 替天行道的事 比如说吗 这个我们有一个演员呀 平时呢比较抠 他这种抠是什么呢 不是真的说 经济上有一些问题 他是真抠 习惯性的抠 对 他怎么空法呢 就是平时的言谈话语 包括吃饭 喝水 这些东西 自己肯定是能够解决 但他永远要蹭别人的 然后高盘就整过他 就说某某啊 说咱们去吃饭吧 我请你 这好事 那他能不去吗 就随便吃碗拉面 不 咱们今天要去 高级大饭店吃 说了一个大饭店 就是平时基本人均消费 三百多左右的那么一个饭店 他带上去了 那演员呢还真不客气 点了一桌子 点完一桌子以后呢 他跟他的徒弟一块去了 两人已经商量好了 当吃了就吃了正憨的时候 高盘一个眼色 那个那谁啊 你在这等会儿啊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 有点冷 拿点衣服 他走了 然后一会儿 他那徒弟 哎呦哥 你先吃着 不行我也上厕所 这两天着凉了 也走了 然后就真的走了 那一桌子饭 八百多 然后那个演员就自己也没当回这 吃吃吃吃 半个小时没回来 觉得不对劲了 打电话 小潘这不接 打的徒弟也不接 就有点毛了 然后手的开始哆嗦了 这一桌八百多啊 他可没带钱 一分钱没带 那怎么办呢 这你听着 然后吃了一个小时 打电话还不来 就快报警了 徒弟也听见 先生您还加菜吗 那一个结账 那个给我看一下菜单 我看一下 花生米 哎呦 十八呢 行 再给我来盘花生米 然后一盘花生米 大概其能数过来 有多少粒 那个演员吃了 两小时 还没回来 他不敢 他不敢走啊 你怎么跟人说呀 然后后来是 给我们所有演员 打一圈电话 说谁能救救我 我们所有人 给了一个字 该 然后最后 当然还是高潘回去了 那一顿八百多 后来他琢磨 不对呀 我整人 怎么最后 我花了八百多呢 那接下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 欣赏一段相声 叫 我是动画迷 有请 非常高兴来到 我爱满堂彩这个舞台 没错 给大家表演呀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 恐怕不是很熟悉 不太了解 有必要介绍一下 好啊 我是相声演员冯凤鱿鱼 我是相声演员张伯鲜 我们两个人呀 台上是好搭档 台下呢 是好朋友 但是我这个艺术 跟人家比起来 差得很远 那可不要这么说 不值得一提 你瞧瞧 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 太客气了 学的年头也不算多 短 那个年龄呢 也不是很大 偏小 今年17岁 对 站在这个舞台上 多少还有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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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太紧张 太紧张了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 多少有一点点紧张 不是这句 前面那个 站在这个舞台上 过去了 你问哪句啊 我问你岁数 不注意听 怎么了 干嘛呀 说清楚 17 等我等我等我 差点又滑了过去 你多大了 17啊 你17 干嘛 小伙子站在这 大伙子都看见了 这不胡说八道吗 小鲜肉 哎呀 还小鲜肉 大家不了解我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你怎么会17岁 你才比我小一岁 你比我还不要联系 好 17都长这样了 我说的是心态 那对 应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 这话没错 所以我经常的回忆 我的童年 是啊 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小时候吃过的美食 太多了 最值得回忆的 那得说是小时候 看过的很多动画片 过了这么多年了 这动画片还能记得 太多了 而且我发现 小时候很多动画片 都跟这个猫有关系 是吗 当然了 你说说 你比如说 有这个叮当猫 有 有吧 机器猫 有啊 咖啡猫 什么什么猫 咖啡猫 那叫加飞猫 还有这个黑猫警长 这个大家爱看 还有一个动画片 猫和老鼠 汤姆和杰瑞 汤猫杰瑞鼠 这个我们从小就熟悉 爱看呢 汤姆杰瑞 李雷 憨妹妹 从小的都是发小的 没有我们这俩 没有吗 可不吗 还有一个动画片一提 大伙也知道 哪个呀 蓝皮鼠与大脸猫 这个倒是看过 一个猫跟一个老鼠 弄了个艺术团到处演出 这个主题曲你还记得 过了这么多年了 别说我 大伙都忘得差不多了 这个主题曲一唱出来 特别有童年的感觉 是吗 今天咱俩在这回忆回忆 可以啊 行吗 行 来一回啊 我唱上句 您给接个尾音 我得唱下句 来一回啊 我尽量啊 找一找童年的记忆 好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穿蓝衣 到我了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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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小小老鼠 小小老鼠 穿蓝衣 往后往后 大脸猫大脸猫 长呼吸 哎呀 我这个卖萌太可耻了 我听你那声我都有点恶心 蓝皮鼠语大脸猫 美好的回忆 还有一个动画片 两个耗子是好心 这是什么动画片 舒克和北塔 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 这个主题曲你还记得 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再来一回 这没有刚才那样 您不用了 舒克 开飞机的舒克 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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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塔 大 远的 我不だ 愈肯的 背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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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欠仰了 教会两句咱没必要玩命 说可和背他 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你那个气力还是差一点 我这不行 还有一个动画片 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这是什么动画片 一提大伙都知道 海尔兄弟 一对少年 不畏艰辛环游世界 人就那形象 问你一个问题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知道啊 卖冰箱的 还有空调 现在我们家还有呢 这又跑这做广告了 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 说干嘛的 说相声的 一对相声演员 环游世界各地演出 这哪有相声的事啊 片头曲都体现出来了 是吗 一个斗根 一个捧根 一个上劲 一个下劲 还有位置关系 绝对是一段相声 同志大家你来唱唱 斗根的先唱 怎么唱的 打雷要下雨 雷欧 捧根的 什么 下雨要打三 雷欧 这我也知道 天龙穿棉袄 雷欧 雷欧 天若山 山子 请 不就是 还有什么 这么简单 去你的吧 去你的吧 什么呀 这是 是不是一段相声 这都不爱你 看完这部动画片 让我对相声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没听说过 国外 也有一个动画片 跟相声有关系 国外会有动画片 一提起来大伙 肯定表示赞同 那不可能 说出来 巴巴爸爸 这个跟相声 有什么关系 全忘了 一上来 先练嘴皮子 怎么练 练灌口 小时候练 还记得呢 一上来 这就是 巴巴巴巴巴巴巴妈妈 巴巴猪 巴巴拉拉 巴巴利波 巴巴巴布 巴巴贝尔 巴巴布莱卡 巴巴布老婆卡 记住了吗 我再来一遍 这就是 我再来十遍 我都吐了 十遍 巴巴巴巴 爸爸妈妈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 七种颜色 不一样 各有本领 记得吧 后来跟两个妖精搭起来了 一个革子精 一个蛇精 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您等会 内容特别的 您这动画片全都看穿了 怎么叫看穿了 您说那是葫芦娃 葫芦兄弟 葫芦娃 也是七个 内容可不一样 我想起来 葫芦娃嘛 两个妖精 一个靴子精 什么靴 靴子精 一大鞋子精 蝎子还靴子 我有点北京郊区的口音 就你这张破嘴 蝎子精 还一大鞋精 一条大鞋 大鞋 大长鞋 这蛇精 特别有意思 一说起话来 特别扭你 扭你 你给鞋子 好比你是葫芦 我是葫芦 宝贝宝贝 让我当你的妈妈吧 是不是这感觉 当你的妈妈 老条头这个 有兵什么 这一下一下的 再掀一下人物 是不是 七个孩子 各有本领 大娃 能变大 能变小 后来呢 县的泥潭里出不来 这是这情节 二娃 千里眼顺风耳 看得远 听得远 三娃 钢筋铁骨 刀枪不入 后来呢 后来蛇精用的软件 给缠上了 把它缠住了 四娃五娃 涂水涂火 后来呢 泡的九里出不来 是 六娃 能引身 来无影 去无踪 厉害呀 屁股上插根鸡毛 现形了 真是 最有本事的 得说是七娃 他最厉害 手里边有一个宝葫芦 有啊 这是神奇的东西 是 把这盖一打开 我喊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孙行者这边 老孙在 我来哪 收到里边 好家伙 您这动画片看的全穿越了 怎么叫穿越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你这全忘了吗 怎么的了这是 呼噜阿七兄弟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哎呦 一路之上 相妖除魔 臭齐的一百 单八相 谱写的一本 红楼梦 看的比我还乱 我们俩全看穿了 西游记 是 西游记我也看了 大家都看过 最爱看西游记 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太多了 全看乱了 这么跟你说吧 这一肚子都是动画片 不高您呢 大伙暑假寒假 我们都爱看 当着各位 我要考一考你怎么样 怎么考我呀 咱俩来一回动画谜语 什么叫动画谜语 我说一个谜面 你猜一猜是哪部动画片 您的谜面有了 我的谜底就出来了 没问题 小张画 来吧 大伙知道咱们一块 咱们一块互动 一个骑驴的少数民族大叔 制斗地主阶级 阿凡打呀 什么呗 阿凡提 咱把这个坐骑搞清楚 我说错了 一个骑驴一个骑鸟 是 那个 一光头少年 制斗人生百态 哎呀 聪明的一修啊 行了 这个 咱俩站这 打一动画片 还有兄弟 大头儿子 小头爸爸 别说了 这是你师父吗 对对对 我听说你老师爱迟到 是真的吗 对 就是时间观念上边 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 稍微不谨慎 多稍微我听听 就有一次是端午节 我们聚会 我师父约在剧场旁边的 一个饭店 约的是上午11点 11点我们见面 然后我们比较 这是中午饭 中午饭 不敢迟到 我们10点钟 基本上都到了 就在剧场门口 就等候 等到12点的时候 给我师父打了一个电话 没有人接 我们再等一会儿吧 等到1点 再打一个电话 还是没有人接 等到2点的时候 又打了一个电话 依然没有人接 我们说那咱们散了 这几个饿的 已经都不行了 刚要走 我师父回归一电话 你们在哪儿呢 我们在那剧场门口等着呢 我马上就到 记住这句话 马上就到 等到5点的时候 来了一个电话 我到了 这个我得做点补充 我们弄过一个叫什么呢 高盆 瞎话大全 就是可以算 堵车 一条技术堵车 三环上的 四环上的 五环上的 二环上的 拐一弯就到 掉头呢 等红绿灯 我马上就到 这些就全是惯用的 主要是不得太圆 对 每一句话后的都写一个 等于多少分钟 就得换算一下 对 这不是 这个 这高老师这个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 我们刚开始是很愤怒 但后来都 习惯 就是也 也觉得 爱谁谁 不是 也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 三四个事 他都在一个点上 然后他给一样一样去办 有一张小潘的照片 我们看一下 这是小潘和他的 正徒弟 叫葫芦娃们 七个徒弟 你还收了个女徒弟 是女的吗 当男的收的 我这件照片太不错 真的 但是其实小潘不是 我知道 知根知底的人都知道 小潘不是一直都这么 这种状态的 对 在正式 做这个西洋包袱之前 或者正式 说下来之前 还有一段艰苦的创业 岁月 是这意思吗 对 他是一个北漂 等于每一个北漂 都有自己心酸的故事 也有共通点的地方 那你印象深刻的 有什么特殊的事吗 我知道的 他的工作 干过的 比如说 专业剪瓶子 这个事情是这样 其实我那会儿 大学毕业之后 在和平西街租房子 那时候也没钱 也饿 男孩 都有点那种壮志雄心 也没有任何的收入 你说这样是毕业 你去干嘛 也不知道 第一次来到 这样大的一个城市 我就背了一个书包 弄了一个胯包 拿了一个塑料袋 还得装一点 怕别人认出来 看见 你知道吗 从和平西街 走到了北京理工大学 我印象很深 理工大学旁边 还剪鞋呢 有一个 这个 废品回收站 卖了七块六毛钱 然后呢 我吃了一份 鱼香楼丝盖饭 是花了六块钱 在当时 一块两毛钱 喝了一碗鸡蛋汤 又走回和平西街 当我主持了第一场婚礼 有了钱的时候 我点了三份 鱼香楼丝盖饭 一边吃 一边带眼泪 我说 特别幸福 仅此而已 你主持过婚礼 你第一次主持婚礼 什么时候 多少钱 五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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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婚礼公司 拉了三百 你就拿两百 两百 她在主持业 就是婚礼主持业 是离婚率率最高的 好吧 那接下来 我们说着笑着看一个小品 如此婚礼 得起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家军婚礼策划公司的首席婚礼策划师 首席婚礼刺仪 首席音响师 首席灯光师 首席搭台子的马志宇 我们公司的口号是 让婚礼做起来 不做 不婚礼 下面的时间将由我带您进入策划婚礼的时间 等会儿 你不是那个 我是我是 李逊 我就是 李逊 我就是电视上播出那个人 朱逊 男女都不分了 我正式的告诉你们两个 我就是马家军婚礼策划公司的首席婚礼策划师 首席婚礼司仪 首席音响师 首席灯光师 首席搭台子的 知道吗 我叫马志宇 不管你是谁了 这是不是能办婚礼啊 我们这不但能够办婚礼 我们这还有首席的策划师 首席的司仪 首席的音响 知道了 再说烦人了 请坐 好 欢迎来到我们公司啊 我要了解一下 请问你们两个之前商量过婚礼怎么办吗 我们两个相当有默契 你根本就不需要商量 请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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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默契 请问你们两个听谁的 我知道啊 婚礼一般都是男方出钱啊 所以说呢 你先说 其实我要的婚礼非常的简单 我就是想要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婚礼 我想把自己红红火火 疯疯癫癫的嫁出去 我跟他也差不了多少 我呢 这样的气质 当然需要的是西式婚礼 因为才配得上我高大上和高冷的状态 所以 我要一个西式的 做一个疯疯癫癫的美男子 你们两个 婚礼的风格是两种风格 没法统一 怎么就没法统一呢 你小癫癫癫癫的区别 你要的是中式婚礼 他要的是西式婚礼 这样吧 因为我是首席 我为你们策划一场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策划什么一场婚礼 我们结婚就有一个目的 收礼 真是一个 根据你们的要求 让你们满意 也能够彰显出我马智宇是首席婚礼策划 首席婚礼事宜 首席音响 首席灯光 首席搭台子的 我要为你们量身定做一场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经典婚礼 婚礼的名字就叫做 中西合并 专业还真是专业 漂亮 请问你们两个 对服装有什么想法 我就奇了怪了 你老问我们俩干啥呀 你有啥想法呀 大小姐 如果你不说你的想法 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想法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策划的婚礼怎么能够有想法 如果我策划的婚礼没有想法 我马智宇怎么是中国的首席婚礼策划师 首席的婚礼司宜 首席的音响师 首席的灯光师 首席的搭台子审 媳妇儿媳妇儿 那个 这儿 说服装的问题 继续说 我要的服装呢 要金香 红香金的吧 别金香玉的了 好不好 我要让服装可以彰显出我贵气的气质 让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哥哥 我跟我媳妇儿也差不了多少 我要的是西式的 白色衬衣 黑色外套 非常讲究的领结 我的袖扣一定要定制了 这样才能彰显出我西方的黄阿玛的气质 西方哪有阿玛呀 那你别管 告诉你们 我们马家军婚礼策划 效率就是高 服装已经定完了 有请马家军的首席模特 闪亮登场 训练有素 新郎官穿西式的礼服 质量特别好 我顿顿顿顿顿 我顿不坏 新娘子 中式的礼服 看他这奉官 多有女王像 他们俩站在一起 就是一个女王 带着个跟班的 是不是 怎么样 花点钱 一人订一套 怎么样 我能穿自个儿的衣服吗 我妈也给我做了一身 先下去吧 请问 你们两个想订什么样的婚车 结婚还用车呀 让我挣点行吗 看在你这么实在的份上 老公 我决定了 咱们俩的婚礼 不用车了 不用车了 咋的了 啥也不定啊 这样 你们两个 去对面 那边也有一个婚庆公司 你去那转转行不行 去过了 就这么是给支过来的 同行真是冤家呀 鉴于 你们俩 对我的了解 我要为你们策划的是一台 特别有个性的婚车 听好了 进口的 八缸的 三崩子 钥匙这么长 后边绑个 红筹子 它的感觉是这样的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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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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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 到写了 专业就是专业 等婚车 等婚车 到了酒店 门一开 新郎官抱着新娘子 直接奔往酒店的正门 不 我要新娘抱着新郎 所有的青春花友 拿着手中的白色玫瑰花瓣 往你们俩的头上撒 不 我要黄色的花 那就徐花 两个人走路的时候 要跨过火盆 呃 不 我要仙人掌 你们两个的地毯啊 都是特制的 是红白相间的 不 我要黑白相间的 为什么 因为像 斑马线一样 当你们走过这条斑马线 你们就会发现我 在舞台的正中心 等着你们呢 然后就进入了 拜父母的环节 这还在占便宜的呀 根据你们的要求 我的服装也设计好了 有请 马家军模特 闪亮登场 停 这四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我训练出来的警犬 不是 我训练出来的好模特 请看 这服装 有特点吧 这边 代表着中式 正宗的中式唐装 这边 请看 正宗的西式的燕尾服 只有这样的装束 才能够彰显出中西合璧 只有这样的装束 才能够烘托出现场的气氛 你们两个想要什么气氛来着 我想疯疯癫癫的把自己架出去 我要做个疯疯癫癫的美男子 我要疯疯癫癫的做个司仪 专业 就是专业 漂亮 进入下一话题 不是 下一话题起这么大范儿干啥呀 就是专业 请问你们两个在婚礼上 想送给对方什么样的信物 我是这样想的 我本来呢 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呢 我觉得应该送给他一个 来一下 展示一下 有多久没见你 老公 我知道你年纪小 经常说话不着跳 但是我知道 你已经在很努力地宠着我了 所以我跟自己说 不管你人在哪儿 有你的地方 就是家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 有你来收 就写了一个家字啊 意思到了就行了 老婆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 你跟我受了不少的苦 把世界上所有的委屈都给了你 所以 我省吃俭用 存了一张卡 我们也是写了个卡字吧 公交卡呀 公交卡呀 我存了十六块八 省了点花 太感动了 我也很感动 你们俩的爱情 让我感觉到了 钱 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们 真没钱哪 回去吧 进入婚礼策划的最后一项 交杯酒 新浪官喜欢西式的 拿着红酒杯 新娘子拿着半辣葫芦 啥 半辣葫芦 代表着中式的婚礼文化 也叫和景 取的是 以苦思甜和二为一 永不分离 行不行 行 好 有请模特请上 爱情的美酒 你这羊的哪都是给谁喝呢 尝尝吧 意思意思就行了 那个 马老师啊 你们公司就这一个模特吗 是的 去吧 你上那边 灯次大次去 灯次大次 灯次大次 我告诉你们 婚礼喝完交杯酒之后 就是里程了 你们要换服装 对 这段时间是很尴尬的 要订演出 我们公司什么演出都有 有变脸 有杂技 有魔术 有乐器 还有歌手 不是那个啊 你们学哪种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 比较高雅的艺术 对 我就想问一下 有交响乐吗 没有 那歌剧呢 谁看那个也在婚礼上啊 京剧呢 不是你们点啥呢 谁在婚礼上看这种节目啊 哎呀 那就不能怪我们不选了 对不对 要什么没什么 所以干脆就赠送两个节目吧 当然 没花多少钱还让我赠送 我这陪着 别的婚礼公司怎么就能够赠送呢 我们去别的公司谈的时候 我送 我送你们俩一首歌 怎么样 你人家那么好呢 因为我是首席呀 我还是首席歌手呢 别说了 直接唱吧 音乐 走嘞 请起朋友 好好喝顿酒 天面碎碎 平平安安 幸福藏酒 请起朋友 好好喝顿酒 祝愿我们明天 更像一层楼 祝愿我们明天 更像一层楼 祝愿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朋友们 这个单 我签定了 好 媳妇 对面还有家婚礼公司 咱俩再寻心价 好嘞 老公 走 走了呀 不定了 我白忙活了 有婚礼 对 哎呀 宋宁认识小胖也很久了吧 达到这么默契 你刚才看这么默契的 节目是我们两个 第一次合作 真的吗 第一次合作 从来没有一起演过什么 你难道没有跟 这下人界最美的 女生的演员 是她的眼光有问题 小胖还有一个特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臭美自恋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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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她比女孩还臭美自恋呢 按她自己的要求和说法 不叫臭美和自恋 叫自我严格要求 对自己的形象也是要求 而且是要求的比较高 你知道她一天到晚拿这个手机拍呀 拍呀 因为她一个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拍的呢 她认为自己360度无死角 哎呦 天哪 这都是你自拍 你说哪张帅也行 小胖你这么跟我说的了 你拍图有什么诀窍没有 说实话我觉得 全有美眼拍 拍照的诀窍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特点 永远是这半张脸 不是这边好看 我觉得我这边好看 你觉得你这边好看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她一个最好的角度 你哪边好看 我这儿吧 我拍照 就是每拍的一个秘诀 就是你胳膊有多长身多长 然后顶到头 然后这边脸45度 45度 不要笑太大 微笑 点点 一点点 四笑非笑 漂亮 那时候拍起来就好 你说了所有女孩子应该自拍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你怎么拍 送送送是不是 最卖萌的就好像有一张 好像是这样吧 是这样 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手放在这儿 其实我跟你讲 女孩子的手非常重要 为什么有好多时候说 不要摆那个特别low的剪刀手 剪刀手不是为了装饰 是为了挡肉用的 当然啊 你知道剪刀手为什么都放在这儿吗 整个这个位置的肉就都看不到 原来剪刀手是这个作用 是挡肉用的 剪刀手是这个作用 诶 你这是什么神器啊 自拍神器 好神器啊 哇哇哇哇 要来一张 有我在 不很小啊 不很小 我觉得我觉得特别开心 我觉得能全场的观众一起一个大合影 那才最过瘾呢 好的 那接下来 小潘 定定心 咱们就美美搭 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好不好 知公知令的 没问题 一段学评书 我爱满汤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做一个介绍 我是高小潘 这位是武斌老师 是我 我们不仅仅台上合作 其实我们私下的关系也特别好 经常交往 可以说是子一辈 父一辈的关系 有传承是吧 爷孙三代都好 那倒是 我父亲跟他父亲就特别好 没错 好哥们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还特别近 父一辈子一辈吗 跟你这么说吧 他父亲 两三天看不见我父亲 怎么样 到我们家 叫我爸爸 怎么叫 就那么叫啊 比方说 我儿子两三天 看不见他儿子 到他们家 叫他儿子 要不是这年轻人都坏 你知道吧 有这么介绍的吗 有这么介绍的吗 就是把这种关系先给大伙交代明白 我们都听明白了 而且他父亲是一老好人 是吧 脾气也好 老爷子习惯包容 包容心大 没错 就说前两天吧 怎么样 老爷子身体不适 偶然风寒 天凉 去医院打个针吧 那个医院的这个护士啊 是个实习生 新来的 新来的 打了九针 怎么样 都没找准位置 又给那护士吓的 那个张大爷 等会儿 我爸爸怎么姓张呢 姓什么都一样 没听说话 姓吴 吴大爷 您千万别紧张 怎么着 我再来一针 准成 一般人可都急了 九针呢 是啊 他爸爸不急 放心 小姑娘 一会儿接着扎 我爸爸就是会包容 你姓李吧 小姑娘特激动 吴大爷 我刚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姓李啊 我爸爸说什么呀 你就是传说中的李时珍吧 我爸爸喜欢豆酒 所以说他父亲性格好 没错 性格好的人 喜欢评书啊 曲艺啊 喜欢传统文化 影响到您从事这个行业 这倒是 他父亲听书 爱听 上瘾 喜欢听 对 但是他父亲听书 特别爱乳迷啊 没跟上瘾说 喜欢上瘾吧 前两天 他父亲听了一部书 哦 七侠五义 这可是好书 给大伙说一下啊 我们听一听 话说 大爷卢方 二爷韩章 三爷徐庆 四爷蒋平 五爷锦毛鼠 卑堂 南侠 展昭 展雄飞 双侠 丁兆兰兵兆会 小侠爱护 什么英雄 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 饮酒 只听楼梯口 叹叹叹叹叹 几声响亮 顶惊观瞧 这下的十位英雄 你也带带 发愣 要问来者何人 下回分解 就这一段 我还真不错 他父亲听书迷了 是啊 观众都散场了 嗯 他爸爸自己留在那儿啊 干嘛呀 犹豫啊 犹豫什么呀 哎呀 你说我明儿是听啊 还是不听啊 他为什么这么纠结呢 明天去新加坡 一百万生意啊 谈生意啊 对 哎呀 要是去了吧 怎么样 这书可又听不着了 哦 十位英雄都来了 对啊 这是书胆啊 对 能把十位英雄下招的人物 得是谁呢 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他就犹豫啊 哎呀 说着话琢磨之间 把机票掏出来 叉叉叉撕了 怎么一百万不要了 一百万 破币 不正了 还破币 哎 哇 你这老爷子 就这么大爷 就那么 就这么厉害 是吗 必须得听 哎呀 必须得听出来 这能把十位英雄 吓破胆的人是谁 你瞧瞧 第二天 嗯 早早就来到这了 哦 坐头一排 嗯 再看这位先生 怎么样 不着急不着慌 嗯 开始圆昨天的输扣 这是规矩 这圆扣 他爸爸紧张 嗯 听啊 哎呦 老先生开始圆扣 我们听一听 话说十位英雄 正在酒楼之上 吃饭 饮酒 只听楼梯口 噔噔噔噔 几声响亮 定睛观瞧 原来是 跑堂的 上菜 啊 再看他爸爸 眼泪都下来了 一百万 嗯 我就听个上菜 但是他爸爸心里痛快 痛快什么呀 就听一跑堂这一百万就没了 啊 您这说的也太严重了 不 说明他父亲好听书 这倒是实话 不单单他父亲爱听书 嗯 武编老师也爱听书 哎 受我父亲的影响 跟他父亲听的不太一样 是吗 他父亲喜欢听大段的那种 鼓侠之类的 没错 他爱听啊 嗯 聊斋的 我胆比较大 儿女家人的 哦 就这段书他又录迷了 是啊 再给大伙来一段 我们再听听这个 话说 这位张公子 正在屋内 摒烛夜读 思前想后 想自己这点事 嗯 正琢磨之间 这天窗外 嗤嗤嗤嗤嗤 有一女子笑声 定睛观瞧 见一绝色美女 不笑不说话 一笑俩酒窝 齿波 唇红 让到屋内 俩人相聊甚欢 此女子琴其书画 诗词歌赋 一样一样精通 俩人拉手入挪尾 以纳之 秉承好事 怎见得 有此为证 色色色 难立迷惑 纵身形 长小人之志 灭君子之德 多少英雄被淹没 大丈夫 难把这美人官过 好 但是我觉得 评书得是普通话 说出来好听 这话说得点绝对了 不不不 咱可以来一段试试呀 做个比方 做个比方 就拿大伙最熟悉的三国的评书 这可是名段 赵云护主 好啊 我听一听 话说 长盛将军赵云赵死龙 在长坡坡一场大战 是杀了个七进七出 这才闯出了重围 怀里抱着右主 恶斗全瓶快 小伯龙击 掌重 亮银枪 来到党羊桥 见党羊桥 战一黑脸大汉 口称 三将军在上 说末将 甲州赛深 呃 不能行大礼 四弟 快快免礼 生夫如何 四弟 莫要惊慌 快去密松林内 保驾 呼 主 您看 就这一段 他就得普通话 你这太绝对了 说出来好听了 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啊 虽然那个评书啊 是得用普通话去说 可是我觉着用方言说 听着更亲切 用哪的方言说都不亲切 都不好听 你这话太绝对了 不绝对啊 咱们就这样好不好 好啊 咱用北京话说这段评书怎么样 没法听了 我告诉你 大家伙听着亲切 是吗 你试试啊 不信咱来一回 老北京话 你来了这个 行吗 行的 好不好 听着这个 这位说谁啊 赵云赵子龙 在长坡坡上大战 杀个新书 伙儿 您先把嘴里那袜子吐出来 行不行 快 抱着这孩子 谁啊 谁啊 刘备那咋儿啊 咋儿 小呆 小爷 你一会怎么跟他死磕 全凭跨着这匹大刀马 掌中勇小牌 怎么说 我自己不是想话吧 你猜来到哪了 咱们瞧 你猜看见谁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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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啊 三啊 张飞张义德 三哥 怎么着 今儿兄弟折了 怎么了 兄弟 妈呢 这是 三哥 今儿兄弟让草子给我弄了 你呗 索了一个报仇 有何 敢惹我的人 知道我是谁吗 谁啊 谁敢惹我 在三国 我们哥发 那是最厉害的呀 三国里头谁最猛啊 谁啊 猛猛猛猛 什么啦 七八糟的 敢惹我们人 磨子 兄弟 兄弟 你先走 你事儿 我打10去 报警了 文老师 我一直觉得您穿大褂特别帅 是吧 真的 那是必须的 但有一个人一直说他是向人界最帅的男生 这个属于长江后帅推前帅 您真客气 但今天您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 什么呀 拍一专高小攀 什么 拍一专高小攀 准啊 肩膀底啊 您心中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 我感觉他优点很多 不像他们刚才说的那些毛病 我先说不说优点是什么 就你们刚才说那些缺点 我肯定选否咯 为什么呢 咱们去那个去江南演出的时候呢 一下飞机就跟我说 哥 您知道我还喝酒 你知道吗 放这盆 我带着酒呢 真的假的 中午餐喝 好 太好了 兄弟 还是你好 当然之后 我们一分钟 我自然就坐在边上去了 兄弟 带了吗 带了 我说哪呢 腰里边呢 一会儿喷 拿出来 一瓶咱们北京的酒 放这一喝 准备要喝吧 可人家有规矩 这个饭店没有酒牌的话 是不允许喝酒的 人家有这个规矩 我们刚刚想喝 复杨盖 这不行 这不能喝 我们这没有酒牌 我说你这招太损了 酒都拿出来了 不让喝 我说哥 没关系 晚上再说 你是爱喝酒的人 你知道他心里边的馋 你知道吗 有这个个子吗 这一下午怎么过呀 中午那饭吃完之后 在房间那等着 等着盘晚饭 五点半 七合六点钟吃饭 一下楼 我就从电梯上看高晓潘同志 脸就通红 红的都不成了 我说他你怎么了 没事哥 我把那瓶酒喝完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等我 哥我没等住 太馋了 我那还一瓶呢 那瓶有我的吗 肯定 晚上还是得紧别 我说这儿还是喝不了 别着急 明天 明天我当地有一朋友 准带咱们去一个地儿 那儿绝对能喝酒 我说行 兄弟 我说你喝完感觉怎么样 爽 一瓶我都喝了 他喝了一瓶 一下午 第二天 吃饭 吃完饭之后 我就找高晓潘 哎 有潘的 就找不着了 哎 说好吃 这儿可以喝酒啊 出去喝酒 到晚上演出 去后台 脸又通红 二 那瓶酒呢 在房间里面 我没喝啊 我说那你怎么没有 那么红啊 我说当地的朋友 请我喝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叫我 哥 我没想你住哪间房子 我说两天了 我说你要不提带酒的事 我是不想酒的 你提了带白酒 两天了 我可一滴都没在聊呢 没问题 哥 那瓶 全是你的 好 不是你记住了啊 这是你说的话 哎 你放心吧 第二天 我用换一个酒店 我说这儿能喝酒 我们能喝 要不然介绍我哥 我说酒呢 不好意思 我这一激动 拿没拿住 我菜了 这酒我就没喝成 你说对我好不好 好 真的好 听着我夸他 听出来了 特别听出来了 这对您这么好了 对你呢 你这么多年是怎么熬了 我也麻烦啊 不是你还能长肉 这点我挺佩服的 压力大也会发胖的 不是我 你就是宣种是吧 这个长肉是高攀的阴谋 他减肥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我喂肥了以后 两人站台上 人就会 我每次一胖 人家都不说你又胖了 绝对有时候高攀你又瘦了 那说到这儿了 那个我们也说了一晚上了 好啊 两位置功置令的给大家来一段 行不行 行 没问题 来吧 感谢大家的掌声 刚才是跟武斌老师合作的 这回换上我的原配 我的搭档 介绍一下 说明白了啊 你叫什么来着 你认不认识我 你叫叫什么来着 什么病啊 游献超 对 游献超 还住那儿 还住那儿 没搬家 没搬家 住哪儿来着 你别提醒我 叫什么 就在西边 八什么山 八宝 八宝山 对 你还年年那儿看我 这是怎么着 你不住那儿吗 谁住八宝山 那你住哪儿 我老大那儿经过 你八宝山 我去那儿 那你住 东边 东边 通州那儿 黎园 哪儿 黎园 太巧了 我也住黎园啊 你也住黎园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也是 那黎园那可大了 那地儿都 你住黎园什么小区啊 那个海棠湾 太巧了 我也住海棠湾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也是 那小区也特别的大 你住哪号楼啊 我住六号楼啊 太巧了 我也住六号楼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我这也马虎点 你住几层啊 我住六层啊 太巧了 我也住六层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我这也马虎点 你住几层几啊 601啊 太巧了 我也住601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我也马虎点 你睡里屋啊 还是睡外屋啊 我睡里屋啊 太巧了 我也睡里屋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我也 我再马虎 我一个见过你啊 您是睡床上啊 还是睡地上啊 睡床上啊 太巧了 我也睡床上啊 太神道了 您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走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多大时差 你扑什么盖什么 枕什么睡啊 扑入的盖背的 枕枕头睡啊 太巧了 我也扑入的盖背的 枕枕头睡啊 这就一被窝了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的早 我回来的晚 咱不得拜街坊 你别说圣语啊 你陪谁睡啊 我陪我媳妇 你又哥了 太巧了 出去 急了 别说啊 这么聊天是挺愉快啊 你来 哥老师 咱俩聊晚天了 您就问我 我都忘了您了 您现在住哪啊 你猜 你猜我猜不猜 我猜你不猜 那你就说 废什么话 住哪 住哪 住黎园 太巧了 对 我也住黎园啊 你也住黎园啊 住猪吧 那个 哥老师 咱们既然玩这种文人辱骂类的游戏呢 尽量的按套路示范 好吧 这点你应该是有情绪帮满 我都没见过你 我能继续下去 你吃了挺多 我都没见过你 您出去早回来了 那咱不得外接受吗 谢谢啊 喂 我都没见过你 好 tempist 你们会 出็ 那咱不 Ander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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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